平车嘛 比车嘛 是我们的工作 享受车呢 是你的生活 咱要说到生活 现在咱们的生活方式讲啥呢 主要讲的是一个字 潮 国潮啊 潮舍呀 这潮啥意思 它一定是在好的基础之上的潮 啥叫好呢 好一定就是大家公认的好 大家都用都喜欢 可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人们又不愿意随大溜 人云亦云 希望有一点不凡之处 与众不同 这不凡之处与众不同 又得在好的基础之上 有这样的需求 当然就这样的供应 制造者和消费者 一碰即合 对吧 那就是限量牌 现在再考虑点凝囝到 五个ù价尽 就现在够尽 安砂 是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想完整的 请击得很丢 也值得了 觉得 那说到限量版呢 今天咱们得找一个车的例子 就是林肯在成都车展上发布的 他的飞行家的mono限量版 这mono是1的意思 那由1来引申出的所有的好的词 比方说独一无二啊 比方说专有啊 比方说单纯啊 都可以 你都可以这么理解 而且这辆车它的装饰装潢方面呢 其实也是按照这方向走的 你比方说 它只有一个颜色 就是纯黑 就是它的中网轮圈都是黑的 并且呢 它还在它的Aviator这自标的中间 相近了黑颜色 另外呢 就是它会有一个专属的logo 放在车头上 那这个专属的logo 这个logo是来自于林肯大陆的Mk2 那是1956年57年时候林肯推出的一款当时要跟劳斯莱斯竞争的车型 整个美国车里边当时最高级的一款车 而且照那方向去打造的 所以呢 这个logo呢 从那辆车上直接拿过来 现在放到了这个车的车头上 给这个限量版呢 提高了一个身份 那除此之外呢 它实际上就很一辆林肯飞行家的行政版就次顶配 是完全一样 但是在内饰方面也有所变化 我觉得它很适合现在的秋天的季节 你看到它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甜蜜的感觉 为什么呢 我觉得像进入了巧克力店一样 因为它的这种暗的枫叶红色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巧克力糖的颜色 而它的黑色呢 就是那种黑巧克力 纯粹的黑巧克力的颜色 两者配在一起很和谐 有一种糖果店的感觉 会让人觉得很温暖 那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就限量 这有什么呀 这实际上是一种消费的方式 它迎合了一种用户的消费的心理 也就是说 里肯飞行家本身是一台高档的中大型的SUV 那大家都认为它是一高档品牌 高档品牌里边非常好的一款车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要有一点不凡之处 那这个不凡之处就通过这些装饰来让它体现 同时呢 限量 100辆 那就是它显得非常的独特了 可能你会觉得虽然没做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限这么少的量的话 那一定要加很多的钱 也没有 它只比常规的次顶配的飞行家呢 贵了1万块钱 是在69万的基础上加了1万块钱 相当于只加了1.4%到1.5% 所以非常小的一个数字 但是它所内含的限量100辆 以及它的相应的一些款式上的装饰的变化啊 还有一些特殊的身份的标签啊 像这个非常精美的logo都可以让这辆车呢 显得很不平凡 这个限量啊 那种方法在汽车上啊 才刚刚开始时间不太长 什么首发版啊 什么特别版啊 这种啊 这几年才开始实行进来 你说为什么呀 早几年呀 咱中国对汽车的需求主要还是功能 因为它是人的肢体和脑力的一个大幅度的延伸 所以它是一个高技术密度的产品 但是当你对功能的需求充分得到满足 这个汽车它所带来的技术含量 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功能 已经成为平凡的东西的时候 要开始需要限量版了 你就开始需要一些不凡的因素 来增加一些时尚的元素 使它产生吸引力 像这种销售方式啊 我觉得最典型的例子 咱们最熟悉的 啥国潮啊 潮舍啊 这些东西啊 这概念其实都在时尚用品上 在咱们更普通的日用品上 像这个BOSS的卫衣 它和一个著名的运动品牌 罗素运动 合制的这个卫衣 两个品牌的logo都是鲜明的印在胸口上 但是你知道它为什么吗 又是故事了 两个品牌联名出这个卫衣 它是为了募捐 获得的钱款会资助中国江屯的保护 这个社会公益的元素 有房子里边了 你像这样的卫衣 大概啊 在最便宜的状态下 可能几十块钱 你就可以买到 而这点卫衣 可能要比那些衣服贵十几二十倍 上百倍都有可能 但是它内涵的这种慈善的元素呢 又会使它的拥有者 感觉非常的自豪 而知道这里边的故事的旁观者呢 也会觉得很自豪 那还有就是像这爱马仕的围巾 你能认出它是爱马仕的围巾吗 根本认不出来 它是拿秘鲁的羊驼毛 羊驼绒绒来织的 而且呢 它是秘鲁当地的农民 自己小作坊 按照爱马仕的要求 用这羊驼绒绒来织的 所以量很少 只在巴黎总店里卖 它为什么这么干呢 又是个工艺事业 实际上是用来扶贫的 让当地的农民 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就业的机会 如果你在巴黎总店里看到这围巾 去购买它 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一定觉得自己非常的自豪 而且觉得这围巾极度有意义 一方面它很有收藏价值 它是世界最奢的品牌 它自己设计的 按它的标志 真正儿发警的爱马仕为金 另一方面 它又有这内在的这个慈善的元素 非常有收藏价值 当我去跟我的时尚界的一个朋友 收集的这些物品的时候 它用了一个包来装这些东西 这包自身也是一时商用品 它是分敌的包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包和通常我们想象的奢侈品的分敌的包完全不一样 它看起来非常的俗气 上面一个巨大的logo 然后一种编织袋的感觉 但是其实用的是非常高质量的材料做 你看它上面这个皮袋 也是用最顶级的手艺和最好的皮子来缝制的 所以你只有到近处 把它拿在手里去把玩的时候 你才能感受到这种真正奢侈品 它的做工和它的讲究 我收集来的这些时尚潮牌潮车的物品当中 最顶级的限量版就是这手表 因为它是世界唯一专属定制的一块表 而这块表是真正的过潮 没什么呢 这里边没有任何外国元素 纯牌的都是中国东西 特别是你看这表盘上面的孙悟空 我们这位人心目当中的孙悟空的标准形象 就是大脑天宫里边的动画片的形象 手表的机芯是北京手表厂的超薄机械机芯 外壳18K斤的金壳 然后它上面这个表盘是咱北京的一个法郎工艺大师熊松涛的作品 熊松涛的恰斯法郎表盘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国外用法郎做表盘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工艺 当然都是在最奢侈的非常昂贵的手表上 定制化的手表上出现 但是呢他们都是画法郎 就是他们会用法郎做底 直接烧一个白的表盘 然后它在上面做画 然后再烧制 它不是掐丝法郎 因为掐丝法郎没办法做出来 那太难了 那这个工艺就是咱们中国人能做 北京熊市法郎它能做 这块表的珍贵性就非常高 而且完全的过超 有意义吧 高度的精神文明建立在高度的物质文明基础值上 这话是真理 你看这林凯这Mono 它本身并没有额外增加太多的代价 但是呢 它基础的价格就已经非常高了 它毕竟是一个高档品牌的高档车型 然后其他这些东西 哪一件都价值不菲 对吧 不过我觉得人要想获得不凡的体验 你到了顶尖的级别 它反而反不归真了 因为这些真正的不凡 极致的不凡的东西 往往啊 无论你是富人还是普通人 你都不能把它据为己有 它是属于全社会的东西 那无论是富人还是平常人 要想获得这种不凡的体验 也都特简单 都是一样的 平等的 就是去买张文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这美术馆啊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限量的极致的例子 因为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吧 它也是一种奢侈的最极致的例子 因为这些独一无二的东西 无不价值巨外 可是呢 它同时又是一种非常平易近人的 能够让你感受不平凡的地方 因为你只要花一点钱买张门票 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在眼里 赏在心里 当你到这些美术馆的时候呢 你获得什么呢 我觉得是获得一种创造力的启发 人们的丰富的想象力 往往呢 在这种美术馆里 博物馆里 能够以历史的长度 或者以时代的最先锋的形式 来表现出来 但是人们说物质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 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 怎么能够有璀璨的精神文明呢 是不是 因为钱啊 我觉得它是一种能量 或者说是一种手段 来让你获取丰富不凡的生活 但是吧 我觉得这个质跟量啊 它是相互匹配的 当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人们需要的是质 我想啊 是质 品质的质和智慧的质 当你变得很富有的时候 你的智慧是不是能够随着财富的积累而提升呢 同时呢 你会产生了对不凡的追求 对生活的品位的能力 那么当然了 有了这种能力 你就有了这种需求 有了这种需求 你就会运用你的财富 去获取这样的生活 这是相互匹配的 所以吧 我觉得关键还在于 你有没有这份心 哎 有了这份心呢 在任何一个财富水平上 都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呢 和同类放在一起 显得那么不凡 比方我 没有任何一件东西 是限量的 都是批量的 但是我自己 是度一无二的 你也是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帮 只为爱生活的你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